两名番石流特工潜入我们 番石流特工的队伍当中了 今天的考核就是 准确识别番石流特工 并且把他移出本队的群聊 我们将进行几轮比拼 每轮获胜的队伍 可以选择一名成员 去听取有关 番石流特工的线索 该成员可以选择 分享线索与否 并且获胜的队伍 可以根据线索 选择和对方的队伍 互换一名成员 最后番石流特工 不在队内该队获胜 全队获得Z勋章 如果两名番石流特工 成功隐藏在两支队伍当中的话 番石流特工获胜 我抽之前我想说句话 我不想当番石流 我希望自己是平民小番茄 因为我不行 我拿到那个石流我很紧张 希望是番石流 因为可能平时拍戏的时候 都是在演好人 所以想挑战一下卧底的感觉 番石流对不对 节目组如果这样设计 就精细了 我当然希望我是番石流了 因为这样玩得过瘾 对吧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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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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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番茄我也能玩 那就立一个番石流 如果今天没有找到番石流 我就生吃一个番石流 皮都不带包的那种 等着吧 把你们一个个揪出来 隐藏 藏不下去的你们 拿到这张卡之后 还是会好好表现的 才学了两个我觉得 苏小萱应该是 不苏小萱应该不会吧 来 打开你陈锋的记忆吧 你就是在番茄测询云前 不多年的番石流 今天你要隐藏自己 并且和你的番石流伙伴 合力完成任务 好心肠 加油 我靠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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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张了 撕掉了啊 我靠你了